剛好沒看 滿滿的駕藥 嘩 我下不了車 現在開始在洗車 你也叫我下車拍 但我拍不到 我們之前剛剛收車的時候 我就問Jeff哥 究竟這裡洗車要多少錢 即是多少錢去洗一次車 那麼Jeff哥回答我 我起初真的不太相信 Eda 乖乖 乖乖 Hello Say hi 是嗎 大家好 我是Eda 好吃嗎 好吃嗎 寶貝 怎麼這麼傻 OK OK 漂亮 OK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夫妻廢片 我是韋哥 我是Micky 今天就是星期日了 星期日就要去什麼 Family Day 現在我們先去吃東西 然後去洗車和入油 最後我們會去一個家屍店 因為Micky還沒買到化妝桌 對 我要買一個梳妝桌 嗯 所以我們現在要出發 好 出發 看看能不能買到 這裡是不是很難找位 這個位很難 今天太多人 是啊 我突然之間想吃這一間 之前Jeff哥帶我們來吃 是早屋下的咖啡室 看這裡是拍滿了位 我們在這裡 走了超多個圈 都沒有位 誰知道剛才找了一個位 吃飯 不知道他有沒有開 誰知道來到他發現他沒有開 就好笑 今天就是特地去這裡 吃這裡 給我吃 這個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咖啡 喂 更新了 可以online order 是不是沒那麼尷尬 不會落單 我們三年前來這裡 還未是敢置 這裡我已經是 全部都是online 我會見到那個manual 嗯 那就不怕叫錯東西了 哎呀搞到我還練習了很久 co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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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co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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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不太懂得叫的人都可以來 大家來這裡一定要吃它的駕鴦麵包 因為它這個駕鴦是自製的 是很好吃的 我很喜歡吃 那我們就會點這個A1 點個A1 印度麵包 現在就下了order 總共16.2 點了兩杯飲料 三個包set 還有一個雞蛋 因為已經三年多沒吃過這一家 很美味 很棒 一說到吃就很開心 這個臭小子 Edan來到這裡是超級開心的 它已經融入了這個文化 以前小時候在香港 我們如果看到不同顏色的人 是會有點害怕的 它來到這裡是完全不適合的 它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吃到 挺好的 融入當地物 這個應該是A1來的 一邊是駕鴦 一邊是牛油 這個要等著半熟蛋 才可以的 嘩 滿滿的駕鴦 現在不客氣 要吃 超好吃 好笑 這是第二樣東西 這個是叫什麼名堂 麵包駕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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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開玩笑的 這間真的很好吃 這間真的很好吃 它我的鴦鴦 在麵包駕鴦 是敲得很香 另外它的鴦鴦和牛油都是非常忌廉 是這個味道 是三年前的味道 咦 來完了 有些東西吃 來完了 我們的簡單的下午茶 這個就是 牛角鴦 等不及 我整整塊都吃完了 是這個味道 好邪惡啊 全都是家用來的 我要試一下這個 這個牛角包 我試一下 好吃嗎? 嗯 讚不讚? 好棒 好吃到不出形容 它真的超邪惡 如果下午茶吃這個 再加半熟蛋 再加一杯黑咖啡 真是蠔油香 很鹹 還要星期日也有開 如果大家來檳城玩呢 都可以試一下來這間咖啡店 可以感受一下這裡的 早屋下的咖啡店 因為我們在這裡吃東西 等那麼久都沒有見過有遊客 除了我們之外 不過我們也不是遊客 我們已經在這裡住的居民了 哈哈哈哈 而且這裡吃東西又不貴 質素又不錯 所以超推薦大家來 可以順便看看這邊的環境 因為後面 它是一個地方 是被早屋包圍住的 茶室 但如果你自己開車來 就超方便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坐Grab 這個Grab也很方便 因為它裡面的餡料很重 兩個人分享剛剛好 如果一個人吃就有點生氣 剛剛就吃完下午茶了 現在我們走了 會開車去洗車 你看我兩個老闆 嗨 你看多淡 拍到我的嗎? 是啊 看不到嗎? 好 出發 Go 現在就等著去洗車 我們之前剛剛收車的時候 我就問Jeff哥 究竟這裡洗車要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去洗一次車 Jeff哥答我幾元計一次 我起初真的不太相信 幾元計去洗一次車 因為香港呢 多數都是我們自己去洗車 就是用那些自作的洗車站 那些呢 都要五十元四十五分鐘 五十元港幣 五十元港幣 四十五分鐘 然後如果你要去 給別人去洗車 起碼都要百幾元 百幾二百元 洗一次都差不多 是啊 這裡幾元 說是幾元麻幣洗一次車 我真是 聞所未聞 所以今天我們就試一試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便宜去洗一次車呢 可能我們現在這架呢 就是MPV 那就大架少少 可能會貴少少的 因為普通車可能真的幾問計 這裡就是個價錢表 普通車就是馬幣9元 SUV15元 MPV15元 4乘4是Wattall 應該是 那就15元 這裡洗車的能化呢 就是我們在車那裡不用下車 就會有的人在吸氣洗 它是洗的車身 就好像我正在拍馬來人 就好像我正在拍馬來人 其實一開始DRAFT哥他們說 幾元麻幣洗一次車呢 我以為是那些 DRIVE IN進去那些 自動洗車地方 那裡洗 我以為是香港也有 那些自動洗車機那種 那種香港又是多少錢 四五十元 就是四五十元一次 那你就駕駛一輛車進去 嘩 我下不早車啊 現在開始在洗 他叫我下車拍 但我拍不到 嘩好新奇啊 好像大香來的 前面那個人 擔著口煙在洗車輪 好新奇啊 哈哈哈哈 我們大香來的 真的不好意思 給大家看到我們大香來的一面 因為在香港真的很少會這樣 通常那些人是 如果去車房找人 人收洗車呢 就是我開車去車房門後 然後我拍下車 然後我兩小時後 或者一小時後 回到另車 那你就不會在這裡浪費時間 你就會去吃東西 或者做你要做的事 但這裡呢 是這樣 好搞笑 總之在車裡面等它 幫你洗車 美國那些都是自己 DRIVE IN進去 然後洗的 但那些不是機器嗎 它會用了機器 然後再用人手 但是這裡呢 就沒有機器 它是全人手洗車 所以對我們來說 都挺新奇有趣 用馬幣12元 就可以體驗到這裡的人 怎樣洗車 前面那裡呢 前面那裡呢 就現在上了一些蕃茄 上了一些泡泡 上完泡泡之後呢 它們就會開始捉 不是 其實我看到下面的人 已經在幫我捉 連車頂也會洗 我覺得挺好的 我覺得 大家要記得鎖好一部車 不是吧 水進來 泡進來就不太好 後面那裡 有人在我們車頂那裡抹 其實整個過程呢 有點像我們在香港自己 自助洗車的過程 這樣 弄濕一部車 然後噴泡 噴完泡之後抹 拿完之後再洗 所以拿完之後就 風乾它 抹乾淨它 現在就是有人幫我們洗 真的很開心 現在就是最後一步了 現在就是幫我抹乾淨它 現在就洗完車了 其實整個過程都 可能15分鐘左右 好快啊都 我們現在就到了 檳城的展覽貿易中心 那這裡就有點像香港的會展 那這裡就有點像香港的會展 已經泊滿了車啊 已經 寶寶 我們來到這裡停車場了才發現 原來這裡實在太多車了 就是可能今天星期日 還有這個傢俬展 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呢 真的特別多車 會不會是最後一天很多都是清貨 所以有便宜的食物呢 不知道啊 一會兒去看看 都不知道啊 我們還沒走過夜的傢俬展 一會兒餵完奶就拿車了 現在餵飽BB是最重要的 現在就到了 這裡比我們想像中大很多 因為看到同時有星學展 有旅遊展 還有現在我們去這個傢俬展 我們現在就來到嘉品展 這裡應該是被人裝修牌房 那時候呢 過來選家電 或者那些 這張就八百多元 剛剛這張有燈就成二千二元 真的差不多四千多元港幣 我喜歡這一張 因為它下面可以放我的東西 有這麼多種顏色 白色 不錯啊這個 哈哈 剛才找了一個很喜歡的化妝桌 我會選白色 真的超多人 我發現了這個也挺划算的 5590包三張床褸 還有三個床架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款 可能類似這些 可能是這些 這個夾碼我們都有興趣 要999 這些就是七百多 不知道貴還是便宜 這裡真的挺大 你看看 我剛才已經買了那個梳妝桌 現在等給錢 好貴啊 不過我喜歡它 很漂亮 就是這個 這個梳妝桌 這個梳妝桌 就一四百八年 Auntie說已經是很便宜 不知道她有沒有騙我 應該不會騙我 我的樣子都不像誰 誰知道你們跟我說 999買本 我們現在就 剛剛買完東西 然後儲了分 然後我剛才排隊的時候 上Shopping看 類似這些款 沒那麼漂亮 也要1500元左右 還沒連運費 運費要成220元 好貴啊 但是剛剛那張桌 一四百八就已經連了運費 不知道有沒有買貴 如果知道航程的觀眾 就告訴我 不過真的很漂亮 如果香港買的話 可能是否只有6000元左右 因為這個質素 多謝老公 帶我買傢俱啊 對呀 帶你買傢俱 原來上面這裡還有一個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 超大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適宜讓寶寶走路 E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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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興奮 E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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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que 來 她要抱著這塊 Edan Edan Edan過去 Edan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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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an Edan 過來 走了Edan 回家了 Edan 過來 回家喝湯 Edan 寧願在公園 躲床 不想喝湯 Edan Edan 過來 嘩 噢 沒力了 我們現在就已經買完梳妝桌 Edan 也頂不住了 要走了 這個嬰兒出街是有期限的 是的 我們一會就去入遊 然後就回家了 是的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還記得訂閱我們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好吧 拜拜 拜拜 Edan Edan 拜拜 Edan 說拜拜 Edan 說拜拜 他的心已經在這個遊樂場 走不了 你看他 他要下去 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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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又會入這隻 95的油 2.05 就一升的 1.104萬馬幣 1.4萬馬幣 200元有酒 200元有酒 拿進去給錢還是什麼 給了錢 噢 你拍了卡 入了差不多 51升油 就1.104萬馬幣 1.104萬馬幣